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抢先100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掌声欢迎 一元爱心艺术团 欢迎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来 我们往前一步 各位姐姐 开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表演呢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养声舞 和谐莲花开 来 现场的朋友喜不喜欢这样的表演 来 3 2 1 抢先100秒 请投票 哎呀 89分 没有获得额外五分加分 开场这个表演给我们一种感觉 就是又来那种 仙气十足 这个表演的快乐源泉是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一元爱心艺术团的成员 全部都是北京的志愿者 我们练的这个养声舞 是为了修炼我们的一颗安静的心 因为现在社会都比较浮躁 大家都想找一个安静的方式 让自己静下来 那当我接触了这个养声舞以后 我就特别地喜欢上它 学了以后呢 给大家跳 然后身边的姐妹们都很喜欢 就觉得对自己 不管是修身养性 还是对自己的性格 都有一个转变 刚才我们看你们跳的时候 真的感觉在先进 不光是你们跳的时候能静下来 我们也静下来了 感觉非常的舒服 刚才介绍就是姐妹们都是 志愿者是什么方面的志愿者呢 我们经常会到养老院 去给老人们去做义工 去做演出 然后还做一些捐赠的活动 大家可以谈谈吗 就是跳这个舞之后 有什么身体上的一些改变 叶了养声舞了以后 个人魅力绽放 气质提升 老有所为 老有所断 小朋友们可以跳吗 可以啊 可以跳呀 最小有多大年纪可以学养声舞 只要你有这种喜欢 比如说我经常在家 就会放这种咱们传统的 比如古针啊 古琴曲 就是适合养声舞的 我的小外孙女 然后她会 电视机没有开的时候 不是黑屏吗 才就可以看到她的人呀 她穿的浅色衣服 或者是窗子 把窗帘打开 晚上黑天出也能看见人吗 她就自己在那跳 好美的 特别喜欢的 那个小莲花 只比我们弄的莲花还好看 因为小孩做动作都很可爱 她做什么都好看 阿姨呢 我想问一下 你们除了平常做义工以外 姐妹们会不会经常聚在一起 会的 我们经常在一起聚 然后我们搞团建嘛 团建 然后去拍照 就是我是新加入这个团队的 我刚进这个团队的时候 一点都不自信 拍照 挺喜欢拍照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这个手怎么摆 这个脚不知道往哪放 完了 姐妹们还有 那个薛老师教我啊 所以我今天 我斗胆向您请教一下 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 可以啊 我教你们拍照的话 我重新换一套比较适合拍照的衣服 好呀 来 有请换装结束之后的各位小姐姐们 闪亮登场 二连拍 二连拍 哇 这好有范儿啊 哇 来 掌声鼓励一下 太棒了 对 冒昧的微笑 就刚才你们妈妈不是登台了吗 你们作为她们的女儿 重新登上舞台 一下年轻了 我觉得至少有三十岁 谢谢 范儿都不一样了 那这样能不能简单地 可以教教我们一些什么摆姿势啊 就是我们要是在前方定位的时候 完了这样 这个也可以适合咱们平时拍照 完了 哦 流头 这在那个模特里面叫流头 就这样一下 好 还有什么嘛 比如说原地不动的摆姿势 别看就这么简单的三个点 我给升华一下啊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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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条黄金通道虽然 不像是专业的这种模特的这种梯台 没有那么长的长度 但依然可以展示各位姐姐 各位阿姨的风采 然后最重要的是 用一百秒钟的时间 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传递 你们快乐的源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但特别让我 奖鞋的快乐的源泉 殃阳充产伍火 你恶替我 受到高达之刀 是准备了 现言时快乐的水平 梯眼寅 四十一分之刀 暴离千霞 上是烛火 上海火烦 遥远光霞 暴离千霞 暴离千霞 遥远光霞 暴离千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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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非常的精彩 阿姨们自信美丽又大方 好有气质 希望我以后也能跟他们一样 集体感好强